上周五上映的《谍中谍6》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上映不过四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五亿 《谍中谍6》受到影迷的追捧 不仅是因为背后制作团队的走心 阿唐格的卖力演出也给这个系列加了很多份 除了《谍中谍》系列 《007》也是长生不衰的特工电影系列 自从第一部在1962年问世以来已经拍了二十多部 当然这个大IP还会继续拍下去 第25部《007》系列电影暂时定名《邦德25》将在2019年上映 最近爆出了一条不利的消息 《邦德25》的导演丹尼尔·博伊尔已经推出这部电影 原因又是司空见怪的创作分歧 丹尼尔·博伊尔推出后 《邦德25》的制作方正在寻找新的导演 虽然目前还没有敲定新导演 有外媒报道称 《邦德25》的制作方很有可能 会让《谍中谍六》的导演 克里斯托弗·麦奎尼来继续负责这部电影 否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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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